取消部分改革进入紧急状态 乌兹别克斯坦多方发声 综合乌兹别克斯坦媒体消息 当地时间7月2日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尼尔纪约耶夫宣布 作为该国唯一自治共和国和面积最大行政区的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 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 至8月2日临时结束 2日 尼尔纪约耶夫到访努库斯市 会见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各方代表 并决定取消即将启动的修宪公投中 涉及该自治共和国地位的条款 7月1日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首府努库斯市 爆发大规模抗议 导火索悉部分民众 对此前公开的乌兹别克斯坦修宪草案内容不满 认为即将剥夺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的广泛自治权 一日晚 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发表声明称 此次游行是因为民众对宪法改革产生误解 据7月2日消息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当局发布声明称 努库斯市的抗议活动是由一个犯罪集团组织 企图占领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的行政机构 从而分裂社会并破坏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稳定 隐藏在民粹主义口号后面 操纵公民的意识和信任 暴动的组织者不服从当局的合法要求 将共和国公民聚集在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行政大楼前的广场上 挑衅者依靠聚集的公民 试图夺取这些国家机构 从而分裂社会 破坏乌兹别克斯坦的社会政治局势 该声明强调 由于执法机关果断采取的措施 煽动者酝酿大规模骚乱的企图已被遏制 我们负责任地宣布 我们的国家具有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必要能力 已有一批骚乱煽动者和反抗执法人员的人被拘留 现在他们正在接受调查 我们将根据依法确定所有煽动者并追究其责任 声明说 声明还指出 该事件中也有恶意外国势力的介入 他们企图影响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局势的发展 包括有针对性的发布信息和歪曲时事 据报道 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副议长 宪法改革委员会新闻秘书托杰耶夫 就7月1日发生大规模示威的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局势发表声明 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副议长 宪法改革委员会新闻秘书托杰耶夫 就7月1日发生大规模示威的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局势发表声明 宪法委员会的成员正在密切关注局势 分析网上的意见 他说 一群民粹主义者希望挑衅行动能产生效果 他们打出口号 呼吁人们走上街头 我们强调 宪法委员会提交的法律草案 最终将表达乌兹别克斯坦人民的愿望 包括卡拉卡尔帕克斯坦人 试图引起骚乱的挑衅者 并不代表卡拉卡尔帕克斯坦人民的普遍看法 他说 该文件不是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讨论的 而是正在举行公开讨论 副议长强调 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 国家在每一个问题上的开放政策 都考虑到了人民的意见 我可以举出几十个例子来说明 将民主和开放变成骚乱的后果 但我想你已经感觉到了 乌总统到访努库斯宣布取消相关改革 据援引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新闻秘书 阿萨多夫的消息报道 米尔基约耶夫已于二日到访努库斯市 并与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立法级代表 和活动人士会面 目前修宪草案的审议讨论仍在进行中 米尔基约耶夫说 考虑到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 和特殊的法律地位 有必要对卡拉卡尔帕克斯坦 共和国法律地位的规范草案保持不变 他责承乌最高议会立法院 尽快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亲爱的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居民 我再说一遍 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维护乌兹别克斯坦 和卡拉卡尔帕克人民之间 数百年的友谊和兄弟情谊 相互尊重和友善 我们的团结 以及我国普遍存在的和平与稳定的气氛 这是我们宪法改革的主要目标 米尔基约耶夫强调 我们一定会一起建设新乌兹别克斯坦 和新卡拉卡尔帕克斯坦 毫无疑问 我们在这方面的所有改革和讨论 都应该在民主和法律标准的基础上进行 他继续说道 与此同时将在法律框架内对任何试图扰乱和平 与安宁和公共安全的人采取严厉措施 米尔基约耶夫说 乌兹别克斯坦有足以确保法律高于一切 犯罪必成的力量和能力 在当前形势下 我呼吁全体同胞团结一致 理性形势 不要沉迷于各种恶意呼吁和行动 总统强调 我相信高尚而慷慨的卡拉卡尔帕克人的思想和智慧 乌总统新闻秘书阿萨多夫说 根据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令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境内进入紧急状态 时间为2022年7月3日0点01分至8月2日0点 阿萨多夫在Telegram频道发文称 总统令旨在保护公民的安全 保护他们的权利和自由 恢复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的法治和社会秩序 紧急状态期间 该地区将在21点到7点实行宵禁 同时限制人员进出 所有公共活动也被禁止 根据乌兹别克斯坦 紧急状态法的规定 该国国防部队将派驻到当地 以确保社会安全 此外 该命令还附加了其他临时性措施 包括限制车辆行驶 允许执法人员核查个人身份证明 检查物品和车辆 禁止举行和平会议 娱乐 体育等公共活动 禁止出售武器弹药和爆炸物 以及麻醉药品 暂时从居 民手中回收武器弹药等要求 尽管社交媒体上有网民宣称 努库斯市街头出现大量血迹 但截至目前 乌兹别克斯官方并未发布 关于这场抗议活动出现伤亡的情况